今天心情就沉重了 已經半年了 都不知道怎麼說 第一個離難的人 我曾經以為是最後一個 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 誰知道原來是越來越多人 越來越多人之後的 之後我都數不完 接著就 拘捕的人就幾千人 失蹤的人又幾千人 那些我都 那些又怎樣呢 有些又沒有名無姓的 希望不要再有人死 希望梁先生在天之靈 保佑我們 保佑我們香港 可以大步濫過 大家都平平安安 不是很樂觀的 我想釐清一個問題 如果制度內的 這個所謂抗爭 如果是真的這麼有效的話 究竟7月1號的議事 究竟衝進立法會 其實是為了什麼呢 我覺得他們現在的心情 應該是很矛盾的 有一種好像一幅圖 那幅圖那幅圖的心情 我覺得 如果那些 我覺得雖然兄弟爬山 但都有一種很矛盾的感覺 如果那些走了去台灣 或者流離失所又變成難民 又沒有公開 又沒有公開 又好像 這裏躲那裏躲 這樣的生活 我覺得就 真是 我希望他們早些 可以回到香港 還有 我也不知道怎麼說 很矛盾 不過 如果 如果 就像阿梁天琦所說 如果 如果 你們覺得是 制度內 抗爭的 which 我不是這麼認同 如果你們覺得是 有用的 那就 去投票 做你們覺得有用的事 任何的事 和平 和平 什麼都好 儘管去做 兄弟爬山 就 不好 得過說的 還有 要確保我們 是爬同一座山 這是最重要的 就是 我想 都是 這麼多 你說我 有沒有 前景 有沒有 具體 怎麼做 我就真的 我真的 沒有辦法 就是這樣 因為我聽到有人說 功能組別 就取消不了 當然它也不會讓你取消 不過可以運用這個民主人權法案 譬如 譬如 所有選到的功能組別議員 都列入 民主人權法案的制裁名單裡面 令到沒有人敢參與功能組別 那 剩下的那些全部都是直選的嘛 那就等於一個立法會的真正的普選 當然啦 有人 是不怕制裁的 那就 可能 幾丁有這樣 都可以駕空到他的 不過 你說 究竟 行不行呢 我就不知道了 有個這樣的理論 在那 那 那 特首 更加 這個我就真的 這個 我真的不知道 怎樣究竟 當然 它一定不會給你的 這是很重要的 如果它給你的話 大家都不用上街的 一早已經給了你了 07、08年已經給了你了 不需要2019年 12年 還沒有 它最初答應你的 還沒有 有 就是這樣 希望 早一點 不要 因為你現在這一代 已經 已經在 已經在面對著實彈 已經在面對著實彈的威脅了 那你下一代 你拖到下一代 那怎麼樣呢 是不是要 是不是要 面對坦克車呢 大哥 不要再拖了 今年 或者 最近下一年 搞定它 真是 撐不住了 真是 撐不住了 大哥 不要再拖了 真是 2019年 20年 搞定它 once and for all 我 真是 真是 真是沒有在託 撐不住 香港人撐不住 還有 香港人是值得的 民主這件事是值得的 絕對有質素 絕對值得 補充先 我覺得五大訴求 其實 就 不是五大訴求來的 其實只有一大訴求 就是 要 真相普選 只有真相普選 才可以確保你 那四大訴求 包括 你們覺得已經 已經爭取到的 撤回逃犯條例 包括 這條訴求 它才不會死灰復然 我覺得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還有 只有 真相普選 選到一個 真正向人民負責 做到 還政於民的 政府 你們才可以 救得到一些意識的 可以令到他們 回來 香港 不用再在台灣 雖然台灣很感激他們 但是 始終 台灣都不是 身它肉它的地方 我希望他們早日回來 還有 我們達到最終的勝利 就是這樣 我已經長了 不然 我平安 都不斷 有 不然 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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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